就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求军队演练要实战化的情况下 日前的军方喉舌《解放军报》罕见的揭露中共的王牌部队演习成绩灌水的消息 并踢爆军队搞形式主义甚至造假等情况 这都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成绩真有那么好吗 《解放军报》10月3号的这篇报道 披露了中共解放军第47集团军属下坦克旅的装甲步兵营在演习时 由于坦克在戈壁滩上快速行进时常扬起沙尘 该营为了便于观察瞄准悄悄地在射击跑道上洒水 报道说类似情况还不少 比如首长机关战术作业中部分军官照搬照编脚本 照本宣科念台词研究问题走程序 有的单位在射击前提前标记阵地位置测算距离 让老射手打不让新兵上 构筑野战工程时随意降低标准和难度 把功夫架在平整沟毫上 中共王牌部队在军事演习中造假的消息被踢爆后 立刻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有不少网友表示 太可怕了 军队本应是保护伞 军队演习成绩都敢造假 还能指望这些人保家卫国吗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帆说 中国已经三十多年没在外头打过仗了 军队要掌握打仗的本领 就是通过演习 演习如果造假的话 真正打仗的时候一定死 军队自己在玩把戏 演习在玩把戏 你最后是一定会输的 王八卿准备对付谁的 对付日本人 美国人 台湾 如果你玩假的 你最后要打输了 所以这件事情揭露出来 说明共产党军队本身这个素质 军队的任务目标 是很有问题的 坦克旅负责军官还透露 有的军事单位训练 仅运用了无线电台 做简单的沟通联络 去说成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 有的课目明明与信息化关系不大 却偏要说是在信息化条件下进行等 吴凡指出 中共的军队和外国的不同 他们不是为了保家卫国 而是专门欺负老百姓的 所以不会认真的进行军事演习 实际上这并非中共军队首次在演习中被踢爆造假 解放军报2012年底曾报道 南京军区一集团军合成营对抗前 一名营长透过关系找到以电磁干扰能力强著称的对手旅长 游说他说 这次您就高抬贵手 电磁干扰意思意思吧 此外香港名炮说 二炮部队下属一王牌导弹旅 也曾被指多次在训练演习中用虚作假 为把演练当实战 这个新闻看了以后 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军队上造假一贯的 军队和社会地方不同的是 它是相对独立保密的单位 政府部门造假了 很快有人揭穿 在军队上的话都不容易揭穿 以前战争中他们也很多造假的 像黄吉光啊 邱少云啊 这些所谓的英雄 随后都被揭穿是造假 大陆民众张先生观察认为 目前国内经济形势逐渐衰落 中共想挑起战争转移视线 所以才说要狠抓军队素质 现在中国军队还成了一个更大一个问题 一直化 我就是一个独跟着 为什么去卖命啊 做个上五年我赶快跑 不要在军队里 就是这个成中国军队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其他国家还没这么严重 中国特别严重 喉舍媒体报道说 中共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经过十余年的转换 数百万军队快速的演变为独生子女化 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估计 整个军队的独生子女率 已经不低于70% 作战部队则超过80% 很多外国媒体表示 独子化削弱了中共军队的战斗力 现在计划生育理 你能自然打扰的独生子女化 我们一定要打扰的独生子女化 诶 走开